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 有几家台湾科技公司正在帮助华为 在中国南部为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芯片工厂 建设基础设施 这种不寻常的合作有可能会激化台海矛盾 根据彭博新闻社的调查 这些公司包括台湾芯片材料公司 锡科洪盛 崇岳科技亚翔工程等四家公司 由于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紧张关系 台湾参与华为的努力可能会引发强烈抵制 而不稳定的台海关系 是台湾明年1月总统选举的一个关键问题 台湾经济部部长王美花周三表示 她已经同意对这种不寻常的关系展开调查 台湾立法会议员要求在一个月内 提供有关调查的初步报告 经济部官员表示 将主要调查这些公司 是否在台北批准的申请范围内 在中国大陆开展业务 反对人士担心 这些在台湾公司帮助下建造的 华为工厂所生产的芯片 最终可能用于中国针对台湾的行动 如果蔡英文政府不加强 对本土企业支持华为的控制 那么她就不是认真对待台湾的国防 华为可以说最近在各个方面都处于风口浪尖 华为8月下旬推出一款采用先进中国制造芯片的智能手机后 也引起了华盛顿的警惕 并且呼吁彻底切断华为与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联系 现在华为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激烈争论 连五眼情报组织也坚称华为5G技术存在巨大的情报风险 华为当然是否认这一指控 5G技术的出现可以说导致了国家之间正式的秘密战争 它甚至被纳入军情六处的报告中 并称中国将最终凭借这项技术接管世界的领导地位 全世界的官员都非常关心5G 并且与中国进行各种对抗 但实际上对5G技术发展的细节 我们知之甚少 华为是如何达到今天的技术实力 令西方国家如此警惕的呢 这背后华为要感激一个土耳其人 在2018年任正非在深圳举办了一场悲凡的仪式 他邀请了一位土耳其科学家来到深圳的会议中心 并向他颁发了精致奖章 以表彰他对通信技术发展的杰出贡献 这个人就是被称为集化马之父的阿里坎 集化马是一种新型的编码方式 已经被列入5G移动通信的控制信道编码 这是信道编码领域近年来的重大突破 在华为准备的仪式中 伴随着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去 大家热烈庆祝阿里坎教授的到来 任正非也亲自走上红毯迎接他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呢 因为阿里坎解决了信息世界长达半个世纪的问题 阿里坎是一位幸运的科学家 他在2008年发表的极地码学术研究 在短短10年后就得到了实现 他原本并不认为实际应用会在短时间内实现 他在华为为他举行的仪式上说 对于科学家来说 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是更大的回报了 华为也感谢阿里坎因为正是他为华为在5G技术上提供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华为CEO郭平当时说 阿里坎不仅是土耳其的英雄 也是通信行业的英雄 他的发明和对变性业的改进将会重塑信息世界 也许将影响到下一个世纪 5G的速度要比4G快100倍 每公里可以连接1000万台设备 其大容量可以使数字产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世界经济论坛和电子工程协会等国际组织指出 5G将会打开新应用的大门 提高机器人物联网机对机通信领域的效率 这种新的移动技术将会引发工业革命 因为有了5G 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才可以瞬间连接一切 也就是说及时监控数据 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先进算法的分析 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工厂可以最有效的利用资源和能源 进行定制生产而不会造成浪费 医院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城市管理部门可以及时控制城市上层建筑和基础设施 可以预测电力水和天然气网络的故障 可以及时改变红绿灯等待时间 优先考虑繁忙方向 而无人驾驶汽车 无人机和机器人等自主物体 也可以因为及时数据的获得 而更加安全精确的移动 这也正是为什么华为在掌握了5G技术之后 令西方世界如此警惕的原因 然而5G技术也有更高的要求 它需要更多的基站 更多的基站也就意味着更高的投资成本 和更多的能源消耗 正是在这里 阿里坎发明的新编码方法基地码开始发挥作用 基地码不仅可以显著提高5G的通信性能 还可以通过降低编码复杂度来节省能源 那么现在美国限制华为使用5G技术 然而上个月 华为以一款自己研发的5G手机卷土重来 在美国制裁的情况下意外重返5G市场 令人刮目相看 而在此期间 正值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 担任华为轮值董事长 孟晚舟于今年4月1号出任华为轮值董事长 任期于本月10月1号结束 在过去的6个月中 孟晚舟监督了华为新手机的推出 并且进行了多次高调演讲 分析人士认为 它巩固了任正非接班人的地位 华为的新款智能手机有什么意义呢 金融时报分析认为 这表明习近平一如既往的致力于自己自足 并将西方芯片制造商挤出中国市场 北京自2014年推出首个大型半导体补贴基金以来 用国产零部件替代进口芯片 一直是中国的既定目标 然而到目前为止 在中国销售的大多数手机 甚至是OPPO和小米等本土品牌 内部都装满了外国制造的芯片 华为的新手机Mate60 Pro则是不同 它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中国的智能手机 除了手机的主要7nm处理器之外 手机中的许多辅助芯片也都是国产的 包括蓝牙WiFi和电源管理芯片 9月25号 华为在深圳举办最新产品发布会 发布会上 华为避免谈论Mate60 但是展示了平板电脑和其他设备 并且誓言要提高智能手机产量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也激发了国内对这些设备的热情 近日在上海的一家华为专卖店 一位一直在使用iPhone的消费者表示 想换成华为手机 以此支持中国的自制品牌 而随着华为新手机的上架 北京也同时宣布设立一项 400亿美元的新基金 继续向国内芯片制造商提供补贴 北京似乎还帮助解决 针对华为的主要竞争对手苹果 华为手机发布之际 有报道称 中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 不鼓励员工购买苹果手机 而美国的半导体行业 也越来越反对华盛顿的种种限制 就在今年7月 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各大首席执行官们 还前往华盛顿 共同表态反对对中国实施新的限制 因为随着美国的芯片 被中国本地的版本所取代 他们的市场份额将受到严重威胁 经过多年的升级 中美之间的芯片冲突 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今年秋天 拜登政府预计将会最终确定出国管制 并且扩大限制中国客户 获得美国技术的范围 彭博社指出 最终这场斗争将不是关于智能手机 而是关于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 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应用 包括军事技术 熔顶集团的咨询总监则表示 如果华为可以获得高端芯片 那么这些芯片还会去哪里呢 为了摆脱美国的限制 习近平将不得不维持 对国内半导体行业极其昂贵的投资 而且没有明确的结束日期 中国政府制定了2014年至2030年间 在国内半导体行业 投资超过1500亿美元的计划 目标是生产智能手机 汽车 电脑和其他产品 所需的70%的芯片 但是随着现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这一承诺看起来越来越具有难度 房地产危机将在未来几年内 挤压各级政府限制他们的资源使用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事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